请不吝点赞 有一台大尺码的 然后呢 让你觉得第三排 可以坐得很舒适的车 当然很好用 但是有些朋友思考点是 我没有使用频率那么高 我希望保有那个弹性 那平常呢 让我用的方便一点 老爹 宾市的GLB算不算是这样的设定 我觉得其实这部车 我觉得蛮棒的 因为其实你看 因为宾市这几年都在抢工 所谓的比较年轻的族群 所以呢 他们针对这个前驱车款 他们有一个叫NGCC的家族 那你看到原本如果说 你要买到宾市的 这个所谓的七人座 你可能都要买到300多万 就是中大型的车款 所以在这种比较中小型的 他们就是透过也这个 前驱的这个模组化平台 来推出一个所谓的GLB 但他也是NGCC家族里面 尺码最大 我们现在看到 他的车长是4米6 差不多比CRV再大一些些 但是呢 那重点是什么 他的轴距呢 有到2829 2829 所以其实呢 你会觉得说 这个车门打开 你去看他的第二三排 其实会比你想象的 这个还要来的大 所以他的体型 应该跟刚刚我们有介绍的 5008差不多 对 差不多 那就是在这个造型上 因为他是一部强调车内空间 跟舒适性的一部车款 所以呢 他的造型上会稍微比较 稍微有点丝丝方方的 但是呢 你却换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乘坐空间 那这部车呢 其实他的入门价 入手价是197 所以你会觉得 哇 我197就可以买到 这个宾市的品牌 然后却又有这个所谓的大空间 那在动力部分呢 因为你知道 现在欧洲车都是走这种 小排量加涡轮增压 所以他有这个1.3的汽油 跟2.0的柴油 那如果说你对这个预算 稍微没有那么有 没有那么多限制 你也可以买到GLB35 这部车我开过 真的 很棒 很棒 他的底盘超级棒 那GLB200 但就是稍微再加个大概19万 但配备但就稍微多一些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部车 对这种 你可能第一次入手 然后200万上下的预算 然后你觉得开出去 第一个有面子 第二个就是说 我要载着小孩 甚至要三代同堂的情况下 我觉得GLB 我觉得确实是一个 蛮不错的选择 那如果你选择 Lenover Discovery Sport的话 行然 它一样有那个5加2的弹性 对不对 你是可以选上去 而且入门价是在200万左右吗 205万 以今年我们现在2021新年是最新导入了Discovery Sport的话 我们觉得说他的车格跟我们刚刚讲的GLB其实差不多 他也是四米六内 他只有四五九七的车长 所以是比较灵活的 以都会适合的这样的一个 但他就本身又是属于LSUV 所以我觉得他算是蛮特别的一个产品 他车格不会太大 但是讲到Lenover Range Rover我们就知道这个坐越野车起家的 他是一台很豪华的LSUV之外 他是真正可以让你拿来越野的一台的这个豪华品牌的车型 那以新年式来说 在外观上除了原本的家族以外 他把这个外观全部都升级到了二十寸的胎圈 就让你视觉的张力是非常的运动感 然后再来的话 内装有一些变革 他的主机也用了他们家叫做PV Pro的智慧科技界面 他整合了像是多媒体以及原本车辆的一些设定 导航电话等等功能 也可以透过现在很流行的手机下载APP 做一些远端的车控 车辆的一个功能的一个监控 那另外他也都升级标配了三百六十度的环景 那我觉得这个在都会用车也是非常实用 然后再来说到他的动力的部分 也有不同的选择 有P200、D200以及P250 基本上就是他们的ingenient的二点零汽油 柴油的低出力有两百匹 高出力有两百四十九匹 然后统一都是四轮传动 然后ZF的九速手制排 那当然说到他们的越野功能 是他们最他们家最招牌的 有这个Terian Response 2的这个全地形的反应 加上他的ATPC的这个地形的控制等等功能 以及我们刚刚讲三百六十度的环景 他又有clear side 可以让你做这个引擎盖下面的模拟的透视 以及水深的侦测 就是我们一直在重复他是很特别的 可以让你拿来真正越野的 五加二的LSUV 对他车身成马不太大 但他可以通过五加二创造那个第三排 公斤黄总 你会建议如果现在有这种 需要选配后面两张 把二加上去该不该选 该选为什么 当你要卖的时候 第一个你是秒杀 第二个你的价钱会非常的甜蜜 这是我们在选购的时候 特别要注意 就包括Q7刚刚提到 像Q7也是一样 因为他品牌不是那么优势 如果你一般的Q7可能要卖很久 周转率可能要两个月三个月 如果是七人座 常常15天就再见 哇 好 那现在你给我们一个选购的方向 对吧 等一下再来看 七人座SUV 胡思推电动车选项 稍微来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